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用猪肉和面条做一道好吃的美食 首先将面条煮一下 水开后下入面条 面条煮熟后给它捞出 给它过一下凉水 凉水里面不要泡太久了 过一下就可以了 给它捞出来 将猪肉切一下剁成末 入馅中加入姜末 生抽 料酒 蚝油 一点点胡椒粉 少量的盐 将它们搅拌均匀 再打入一个鸡蛋 继续将它们搅拌均匀 加入一大勺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腌制10分钟 再来将面条切一下 切蛋 将面条加入腌制好的肉馅中 然后用手搅拌均匀 用手搅拌均匀 然后用手搅拌丸子 烫好的丸子 给它沾上一层淀粉 油热后开小火 放入油或中炸 炸到表面金黄后捞出 又酥又脆的炸肉丸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